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部署了6辆T90主战坦克和尖康式反坦克导弹系统 据印媒报道 这批T90坦克有可能是由美制C17运输机 于近期从平原地区运上高原的 有分析称 在一线部署T90坦克 可能是印军所谓长期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日子确实比较敏感 6月30号就是我们讲中印双方第三轮军长级会谈 应该说顺利举行的当天 印度军方宣布 我向加勒万河 他所谓的加勒万河谷地区 我们理解应该是加勒万河这个河谷的谷口 就是加勒万河注入什叶克河的这个谷口地区 而这个地方印军之前是修有一系列的防御攻势 包括基础设施 包括一个简易的停机坪 他所谓的加勒万河谷的谷口 应该是部署在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 一方面要跟你谈 另一方面我要在这部署坦克 而且据有关媒体报道 这坦克不是自己开上来的 印度军队的俄制坦克用美制的417运输机 流量运到这个谷口 大家说几个意思啊 我的理解啊 可以归纳这么两句话 战略上是强 战术上自保 所谓战略上是强 这个大家好理解嘛 毕竟这个之前打了一架 我们姑且说打了一架吧 打架是没占到便宜 偷机不成 十了八米 主动挑衅被人家收拾了 然后打仗 又不敢 又不敢主动升级 升级为一场这个大规模的战争 那在这样情况下 我就得试强啊 我的这个最好的 现在运动军队最好的 就是特纵S嘛 这个俄罗斯坦克的这个出口型嘛 我直接弄过来 六辆坦克往这一臀 往这一趴 行了 我觉得那个市强的动作 基本上达到了 你看我不失落 我把这个武器 这个重型的武器装备 我最好坦克放在这 那摆开架是不行 咱就大干呗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讲战略上市强 绝对不能向你失落 所谓战术上自保 他是不是也考虑到下一步 一旦爆发流血冲突 发生交火 他是不是要考虑一点 做一点预防的准备措施啊 所以你看啊 我们刚才说了 加勒万河正正好 冲着于十月克河的一个骨口 我在这六辆坦克空运上来 一次排开 炮口指向你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 据了解 此次印军派驻 加勒万河谷地区的T90坦克 是印军装甲部队的头号主力 装备数量近千辆 不过 印军的T90不仅从未参加过实战 而且在国际舞台上 还曾冲过洋相 在2017年的俄罗斯坦克两项比赛上 印度的T90曾与中国的96B坦克同场竞技 可是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比赛开始不久 印度就开始中途调换坦克了 然而 刚刚换上一辆T90 还没跑多远 在紧急修理一番之后 T90得以继续进行比赛 但是在冲刺阶段 印度T90突然瘫痪 最终被拖车拖走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 印军T90坦克被部署到加拉网河谷地区之后 我们第一番就是 好不好使啊 有没有用啊 甚至很多这个稍微出击点军民网友 打起坦克战来 跟我们那个15轻坦 打起来会可能怎么样 咱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先问一句 你开得过来吗 能不能上得去 然后你再说 能不能用得上 更不要讲 用的过程中 你能用成什么样 所以咱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说起吧 而说到第一个问题恐怕 因为我们说毕竟印度版的特90坦克 没有打规模这个实战的这样一个经验 更没有在高原地区 高海拔地区实战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只能拿一个参照了 那参照最好的参照 就是这个模拟坦克大赛的比赛场啊 大家都知道非常经典的 就是三年前 2017年 这个俄罗斯他主办这个所谓这个坦克大赛 我们一般都使用俄罗斯方面 他给你提供的这个低配版的特技二坦克 只有两个国家里外去的国家 一个是中国 我们中国陆军带的是我们的96系列啊 一般是96B啊 或者是最新的改机型 我们去 印度军队 专门2017年 他带的是自己的特90S 注意 据说还是印度自行组装的特90S去了 这个大家都期待 期待看中国96B跟这个印度的特90S 这个准备正面PK了啊 结果我们看到 几乎最后没有 没有得到最终PK的机会 为什么 他就没有完成比赛 跑圈都没跑完 为什么 开锅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开展科的人 大家都知道最怕两个事 一个叫这个开锅了 再一个更要命的 拉杠了 发动机拉杠了 就彻底完蛋了 开锅了 就是你那个 老实讲 你那个冷却水 这个已经沸腾了 冷却水沸腾了 证明什么 你没有冷却能力了 没有冷却能力 如果再开 那就是刚才我说 发动机拉杠了 当然这里面 咱们说明一点啊 那可不是高海拔地区啊 那可不是高寒山地啊 在那样一个情况下 你跑着跑着 发动机都开锅 你到高原 我们通常讲 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 那个含氧量 是平地的百分之多少啊 你去查啊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在发动机进气量 明显不足的情况下 你通过增压 那发动机肯定会 更容易过热的情况下 你觉得你那个 开锅的概率有多高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它这六辆坦克 自己没开上来 直接用飞机去上来 恐怕也有它的道理在里面